我们今天的信息是以神为乐 带来全人的祝福 这个信息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因为神而起落 整个人起落的时候 会带来与神的关系 和整个身体情绪和身体的健康 很多基督徒都说我不是烦恼 有很多基督徒都说我不是烦恼 我是OK的,我没有什么特别烦恼 没有什么特别烦恼不代表喜乐 喜乐的意思就是说 时时都是一个开心的状况 一个平安喜乐的状况 不只是没有烦恼 也有相当的基督徒是有烦恼的 有很多基督徒都在重担之下 而我们今天的信息就是 以神为乐带来全人的祝福 首先就是负面情绪可以带来什么问题 首先我们这里有一幅图 就有那些数字在这里 上高十就是常活在喜乐中 就是一个人是时时在喜乐之中 这个就是我们的目标 五就是有时喜乐 很多基督徒来说 如何有时喜乐呢 就是有时赞美神,亲近神就开心了 但是当他不是亲近神的时候 他做他的事情 和人相处或者侍奉 都会有些烦恼 就是他有时开心 零就是什么呢 他有少烦恼也有少喜乐 就是平了 也没有烦恼也没有喜乐 其实这个不是我们的目标 很多人就说 我都没有烦恼 不代表在喜乐之中 好,接着负五就是有时会受烦 然后负十就是活在受苦和烦恼之中 就是有些人有情绪的问题 或者有抑郁的问题 都可以在这个情况 我今天的信息是鼓励更多基督徒 尽量活在时时活在喜乐之中 即是每时每刻 当我们记得的时候 都一直感谢天父 太利路亚 活在喜乐之中 我说出这种重要性 为什么重要性呢 第一就是 针言十七章二十二节 喜乐的心乃是良药 忧伤的灵死骨枯干 就是说 喜乐是令到整个人健康的 是良药医治的身体 那么你忧伤的灵死骨枯干 是令到整个人身体有很多的问题 很多的 譬如不同的疾病 痛症 或者甚至会有癌症出来的 发觉有些癌症的人 有很多都是情绪不好的人 这就是说到 以身体来说 喜乐的重要性 而负面的情绪 是用了身体有很多的能量 譬如当一个人发生 担心 或者很多低沉的东西 他就用了很多能量 那么他就会缺少能量 去修复身体和防疫 如果大家留意 你不开心的时候 你觉得心口是顶住的 整个人好像一种呆滞的感觉 那时候 那些能量就不能用出来 在身体里 就不能够很轻散 很开心 身体很难运作 血液 荷尔蒙 神经线 都不会很正常运作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 有什么效果呢 容易失眠 痛症 疾病和癌症 就会有不同的疾病生出来 还有 也很难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 因为当一个人整天都烦恼 不开心的时候 他是很难跟神建立心的关系 他觉得自己很惨 很苦 觉得自己是 各样东西都不顺利 神又没有帮他 于是他跟神的关系都会受影响 而整个人的身体都会受影响 比如由上高素气 免疫系统 这个免疫系统很惨 因为会影响整个人 消化 心血管 皮肤 脑部 呼吸 荷尔蒙 神经 肌肉 排泄 各样都受影响 而情绪 就会带来免疫的问题 和皮肤的炎症 在这个时代 很多人都有皮肤的炎症 有濕疹 这一类的皮肤疾病 多了很多人 这个因素有很多 有食物的因素 因为现在的食物有很多抗生素 为什么用抗生素呢? 第一是杀菌 那些食物 比如养鸡 养鱼 养鱼 为什么用抗生素呢? 因为它会杀菌 第二 原来它会生得很快 那些动物 在很短的时间 就能够长大和繁殖 而这些对我们的身体 有不同的不好的效果 也有不同的化学物 在我们的食物里面 所以 现在很多人都有这些皮肤的问题 还有很多的化学物在我们周围 譬如我今早先看新闻 看到一件事 他说有很多人以为那些润枯膏是好的 有个人 因为他的儿子有濕疹 他就去尝试找一些方法 如何帮他润枯膏 而他发觉那些成分 他逐用去查的时候 原来发觉有很多是引致人敏感的 原来有些所谓的润枯膏 其实未必是对人的皮肤一定是好的 这些都是造成很多的问题 就是说 食物 抗生素 用的润枯膏 甚至 我们听过中医说 有一些药物 你用了的时候 其实身体内藏了一些毒素 这些毒素是会一直发出来的 所以敏感症只是暂时保持 长期不是真的医治的 到他一有什么事 他又走出来 这也是现代人一个很大的问题 还有痛症 周围痛 很多人有情绪问题的时候 会带来痛症 首先我说 其实皮肤的其中一个因素就是 紧张和情绪 就是说工作压力很大 情绪不好 接着就说 很多人的生命经常被烦恼伤害影响 经常想起一些不好的事情 就伤害健康和心灵身体 脑部和生命 情绪命定了自己的生命 针研十七章二十二字就是说 喜乐的心乃是良药 忧伤的灵死骨枯干 就是这个人整体上受影响 大家看到这个图在左下角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那些神经细胞 那些老神经细胞 有些一块一块 大家看到一块东西 大家看到一块东西 在神经细胞下面那块是什么呢 那些就是一些残余的蛋白质 在这里就会令到那些神经不能够自然的运作 就容易有脑退化 有微脑纤衰的情况 和身体各样的问题 其实呢 原来情绪是影响了个人很多的 那些情绪也影响带来免疫的问题 就是原来我们的身体能够抵抗疾病 是一个很奇妙的东西 神创造的身体很奇妙 我们的身体不断有细菌入侵 而我们的身体能够抵抗它 而当人抵抗能力没有的时候 他就容易有癌症 原来我们的细胞一直 因为每天都不断地复制很多次 而复制会有错误的 因为人类犯罪之后 这个世界变差 有很多因素 紫外光 食物 情绪 令到它里面复制很多错误 那错误的时候 神就做我们的身体很奇妙 他有些细胞是做 食了这些癌症 就是开始变化的癌症细胞 开始变化的 但是当一个人情绪化的时候 他就没有力量去吃这些细胞 就令到很多这些细胞自己繁殖 所以发觉一些情绪有问题的人 他们是比较容易有癌症 和各样的免疫疾病的 这个图就是一个T细胞 是专用癌症细胞 或者不健康的细胞 我们的身体里 其实每个人都会有癌症细胞 生出来 就是说有些细胞变了一种 他只懂得繁殖 是不做他应该做的事情 那些就变成了癌细胞 T细胞是负责吃了这些癌细胞 但是当情绪令到免疫力减弱的时候 他就没有能力吃完这些癌症细胞 或者身体里面有很多不同有问题的细胞 也不能够繁殖健康的细胞 所以这些人的心灵和身体都会有影响 魔鬼就用不同的方法控制破坏我们 罪被人影响 情绪向世界让步 这个人的身体里面有不同的东西入侵 影响我们的情绪 影响我们和神的关系 所以喜乐一方面就是影响我们 就是有没有喜乐呢 影响我们身体 也影响我们和神的关系 接着我就说到神的属性和恩典 和他带来的福气 以神为乐带来的祝福 为什么以神为乐这么重要呢 为什么我们活在喜乐之中是这么重要呢 这两处经文是很清楚说到 以神为乐那种带来的福气很大的 诗篇37篇第4节 又要以耶和黄为乐 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刺给你 就是以神为乐 整天都想到神真的好 有些人就说 我怎么以神为乐 神有什么令我开心呢 其实神很多样东西 每一样东西都是令我们开心的 神创造我们的身体很奇妙 神在我们的生命中做工 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做工 耶稣为我们钉死 圣经这么多很奇妙的说话 神带领我们的生命 为我们开路有奇妙的计划 神加力给我们 神在我们的生命中有奇妙的安排 给我们恩赐 这些全部都是礼物 当我们一天去想的时候 我们就算算神的恩典 就算我们吃东西 那些食物这么好吃 多谢天父 多谢天父 我们心里就会欢喜 但是很多人就觉得 这些理所当然 吃的饭当然是这样的味道 吃的饭当然是这样的味道 那有什么特别呢 虽然我们吃惯 但是你想想 如果不是神做的食物这么好吃 我们吃的时候也不是这样的感觉 所以我们吃的东西 虽然我们已经吃了无数次了 但是我们依然吃的时候 多谢天父 给我们这么好吃的东西 还有我们的舌头 会会尝尝到的味道 那就是天父 还有吃了之后 对我们身体这么有益处 多谢天父 我身体又会吸收 会消化 多谢天父 就是凡事都能够多谢 甚至有一件事我告诉大家 希望大家用正面去看 因为我曾经在医院做过阮目 同时我也是侍奉的 阮目工作就是支持我 开一个新的教会工作 我便发现有若干的病人 他们有什么问题呢 就是肛门出了问题 肛门出了问题 肛门出了问题是什么呢 要用一个袋子带着 他经常要喝很多水 他不是在肛门出的 那些大便 是在有一条带子 那条带子进入袋子 就钓着 但是那里会出错的 因为那些插口 我们的肉身就不像插槽插口那样好 不像水喉管那样完整 所以到这一刻 又要去医院 又要去搞一下 他的插口不太好 又要去处理 整天还待着一座东西 还要有方法 如何排出大便 当我想 神啊多谢你给我们有肛门 很多人都没有想到 肛门是多么方便 但是多谢天父有肛门是很方便 我们身体任何一样东西都是很方便 令到我们 我们少一样东西都不行 那你就说 神啊多谢天父 可能你觉得搞笑一些 为到肛门感谢神 为到我们身体每一个部分感谢神 以神为乐 神就将我们心里所求的字给你 因为当我们以神为乐 有些人以什么为乐呢 吃朱古力 吃雪糕 吃什么 买东西 买了些东西 很开心 他只是靠一些外面的东西 买了名牌衣 还是减价 又是名牌 他觉得很划算 这样的时候他就开心 他的喜乐完全是在世界上 他不是在神的里面 我希望大家都是以神为乐 神这么好 我真是欢喜他 我希望大家整天数算神的恩典 整天数算神的恩典 那就是神 神保守我有平安 神保守我 譬如有意外 差不多有意外 但是神保守我平安 我真是很多谢神 每一件事我想起我都多谢神 曾经一次我走在山的地方 有一条藤 是有刺的 一打下去 在我的旁边 一打一只眼 那只眼就瞎了 我说多谢神 多谢神 我想起我都多谢 神说多谢你 多谢你 多谢你 我仍然有我的眼 就是我们想到什么 我们都去多谢神 神所做的一切 都是奇妙的 那就是 现在的银幕没有了 那就是 所以我们以神为乐 神就将我们心里所求的赐给我们 这是很大的恩典 原来我们 我们时时时去感谢神的时候 神就会将各人的福气赐给我们 然后下一条经文就说到 以神为乐 神就叫我们成架在地的高处 叫我们成架在地的高处 就是我们成为一个尊贵的人 我们的生命就会去到高的层次 神就会提升我们的生命 多谢天父 原来我们 以神为乐 是会带来这么大的福气 那我们就真的 心里面去感谢神 原来喜悦神 欢喜神 以神为乐 就是下面的图 喜悦神 还有神会谈到福气 神就会谈到福气 就会提升我们的生命 所以以神为乐 是一样 神喜悦的事 也对我们身体有益处 那何乐而不为 为什么不去做呢 那我们今次的讯息就是 我们应该是以神为乐 也是带来医治 还有如果不是在喜乐之中 也叫骨枯干的 就算普通一个人 他说我不是没什么烦恼 我没什么烦恼 我照常做事而已 但是这种烦忙忙碌 要做事 也会损耗的身体 当一个人在他整天的工作里面 他又不是不烦恼 他不要烦恼 当他要做就做就做 的时候也会损耗他的身体 所以圣经讲到 是我们靠主时时起落 时时起落 整天活在起落之中 就像我最初的图 去到十那里 那你说我去不到十 至少不要在灵那里 不是只是没有起落 又没有烦恼 而是尽量有更多时间去起落 这里有神经线 左边就是神经线 神经细胞 好像荷包蛋那一块 就是神经细胞 下面蓝色的就是神经线 而神经线下底有很多 接口 能够接到其他神经细胞 接口多到不得了 每一个神经线 可以接到一万个其他的神经细胞 下面有一粒粒写着 多巴胺 多巴胺 多巴胺是其中一种 将我们的信息传递的一种方式 还有其他的 多巴胺是其中一种 我就这么简化 多巴胺 右边的图是把下面的 叫做Synapse Synapse是什么意思呢 是将神经和神经线之间的联系 原来神经线不是黏着的 A神经线 B神经线 不是黏着的 为什么不是黏着呢 我估计是这样的 如果黏着的 那些神经传递得很重要 有时候 譬如说 忽然间有人大声 大喊一声 或者忽然间有些什么 跌下来很大声的时候 那个震荡在对外的神经 是会很大很大 所以就会有这样的空间 让他那个传递没有那么厉害 要不然有人大喊一声 整个人可以倒下来 或者看到一件恐怖的事 害怕 一怕就立刻整个人倒下了 这些可能是减少神经传递的力度 而这些传递是需要靠多巴胺 多巴胺 多巴胺是很好的 很有帮助的 我们会感觉到多巴胺 如何感觉到呢 当你开心笑 你试一下 想一下 那些好吃的东西 神创造 想到食物 我们想到神创造 想到神如何 耶稣为我们死 耶稣如何爱我们 多谢天父 想到天堂多好 多谢天父 有一天我去到天堂 多谢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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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天我去到天堂 多谢耶稣 多谢耶稣 圣灵在那里很恒心 在那里很耐心 在那里感动我 带领我 我不听话 祂都没有放弃我 多谢天父 圣灵真是好 神真是好 当大家开心想到神的一年 还有开心笑 多谢天父 大家发觉笑的时候 有一种舒服的感觉 在身体上 你可以试一下 如果你方便 在你的地方 可以方便 哈哈哈哈 你一笑的时候 发觉好像有一种能量 在身体流通 尤其你会感觉到 在上身 在脊骨 在颈 在头部 都有一些舒服的感觉 我自己的手脚都会感觉到 整个人都会感觉到 除了笑之外 放松也会感觉到 大家试一下一会儿 很松很松 你会感觉好像有些东西在流动 这些东西流动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其中一个因素 就是我们的多巴胺 在我们开心和平安兴散的时候 就会更加活跃 会产生多巴胺 产生多巴胺的时候 他就会觉得很舒畅 所以有些人 他们有一些快乐的事的时候 比如说 突然说升职 哇 很开心 立刻觉得一个人很舒畅 或者 见到一个好朋友 很久都没有见 突然出现 会觉得一种开心的感觉 他的即时就有多巴胺出现 有些不好的方法都会出现多巴胺 有些人吃雪糕 吃雪糕不是错的 不过如果每天都吃很多雪糕 就会是错的 因为身体积聚脂肪 就会有很多问题 很多人一吃好吃的时候 立刻觉得舒服 会有多巴胺出现 他的身体 心灵就觉得很开心 但有些人就要靠吃雪糕 靠买东西来令他开心 就是产生多巴胺 最好我们用神 神的恩典 感恩 喜乐 笑 还有帮助人 都是一种开心的来源 当你帮到一个人 见到他改变 或者你总之付出代价帮助 都会带来开心 这些就会令到我们 有更多的多巴胺 人就会开心 这就是用一个身体的 生物学的原理来解释 原来开心对于我们身体健康的影响 也都令到整个身体的运作健康 令到我们能够抵抗疾病 和能够产生一些好的细胞 好了 接着就是神是喜乐的 神也是次人喜乐 既然喜乐那么好 哪里有喜乐呢 最重要是神是开心的神 神是一个开心的神 但是有很多人 他就因为在活在律法 从小到大 都是要乖乖乖 要听话 这些是对的 没错的 不过整天都是一种压力 如果你不乖就是不好 你不乖就没有人疼你了 所以整天都是活在律法之下 活在律法之下 信耶稣应该要喜乐 最初很喜乐 多谢耶稣 我一信耶稣 耶稣赦面我有永生 多谢天父 那么他开心 但是接着 就要看圣经 要祈祷 要遵从神 不要犯罪 有很多人来说 就觉得这些就是压力 因为他不是用恩典推动 如果用恩典推动就不同 我做每一件事 神都很欢喜 神有很奇妙的计划给我的 祂有很多礼物给我的 我们亲近祂 祂一定祝福 这样的时候我就有动力了 我遵从神 神就会欢喜 我每次祈祷 神都会将恩典赐给我的 不是一定照足我们的方式 但是神一定有祂的方法 我亲近神 我遵从神一定有好的方法 那我们就会在一个喜乐的状况 去亲近神 我遵从神 我是很喜乐 很开心的 不是在压力之下的 我很开心服侍神 我很开心亲近神 很开心祈祷 很开心看圣经 很开心写很多的资料 去帮助人 这个是 就是我们可以绝对开心 因为神喜欢神就会祝福 但是很多人就说 哎呀我又做得不好了 哎呀又没有什么果效 那些人又不听话了 就会有这些负面的说话 就是因为律法在他心中 给他有压力 那我们 经常想到神是喜乐的神 他也似人喜乐的 《马太》二五章二十一节 最后那里说到这个忠心的仆人 然后呢 可以尽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原来天堂就是快乐 神的同在就是快乐 神是一个开心的神 神不是一个烦恼的神 神不是一个怒嘲的神 神是一个开心喜乐的 有些人说 但是神又惩罚人的 这是神的公义 神的圣结 当人在罪中 因为神的圣结 在罪中的时候 神一定要惩罚 但是呢 当人是悔改信主 神是很开心的 当人悔改信主 神就不会整天 哎呀你还有一些罪啊 当我们有罪 我们一悔改 神就是欢喜的 就是不要整天想着 哎呀我改了很多 不过我还是有一些罪啊 那我们就很大压力 因为我们很难完美 我们想追求完美 但是呢 我们这样想 一悔改 神就欢喜 我一尝试遵从 就算我还没做得好 神都欢喜我的努力 这样呢 我们就有平安喜乐 如果不是呢 哇 我这么久都没带到一个人信耶稣 那就很大压力了 但是如果我们说 我有努力去传欢音 神就欢喜了 我荣耀神 就算我没有信耶稣 神都欢喜 因为我荣耀神 这样的时候呢 他做什么 为神而做 他都会欢喜 这样呢 就会说 我可以享受神 多谢天父 多谢天父 这个是圣经给我们的观念 因为圣经说 给了一杯凉水 一个小子都不能不得上次 圣经不是说 你要做完所有才得上次 任何事我们为神做 神都欢喜的 加勒太书五章二十二节 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 仁爱喜乐和平 忍耐恩慈良善信实 温柔节制 这里就说到 神是一个喜乐的神 我们有圣灵内住 就会产生仁爱喜乐和平 在心中就会涌流出开心 我先说到dopamine 就好像亲近神就有dopamine出现了 就有多巴胺出现了 一多谢耶稣 啊 开心了 就有dopamine出现 真的很好 其实神做我们的身体 是适合活在神的里面 适合在神里面有喜乐 人就每天都活得开心快乐 还有神是怎样呢 以赛书内一章一字到三字 他是医好伤心的人 叫秘老的得释放 有安慰一切悲哀的人 有喜乐游 神就是带来喜乐的 神是一个喜乐的神 是一个开心的神 好了 神这么开心 我们怎样可以以神为乐 这里讲到七点 一会儿我们会续续续讲 如何刻意活在主的喜乐之中 喜乐是需要刻意的 就算一个人是很爱神 他会赞美神 但他发觉他赞美完 慢慢的喜乐的情感都会降低 我们是需要刻意留在这种喜乐的状况 全日都在这个状况 这七点 第一 深信神爱自己 经常都说 耶稣现在在爱我 他很欢喜我 很欣赏我 很喜欢我 这是事实 当我们真心信耶稣 倚靠耶稣 神一定会欢喜 不是要到完美才欢喜 总之我们一爱神 我们的方向是向着神的方向 神就会欢喜 第二 建立健康的自我形象 健康的自我形象有两方面 一方面就是 深信神在我身上有奇妙计划 我是宝贵的 第二 是建立我们的能力 譬如有个人说 他说我相信神是很爱我 很宝贵 但是他跟人相交 总是吵架 他做什么事是失败的 他总是经常在情绪里面 这样的时候 他的自我形象是很难健康的 我们一定是靠着耶稣 逐步去建立我们的生命 但是又不是有压力 建立到任何 我们都欢喜 未建立到 我们说我努力 神就欢喜 这样的时候 他会逐渐有健康的自我形象 我靠耶稣做得到的 我靠耶稣可以开心一些 我靠耶稣跟人的关系好一些 我关心人 我跟人的关系好一些 我靠耶稣可以侍奉神 我可以带人去信耶稣 或者告诉人 耶稣有多好 健康的形象 一方面是我们信神 如何看待我们 另一方面是 知道我们靠耶稣 我们的生命可以逐步建立的 第三就是清理垃圾 因为人里面有很多垃圾 罪、内疚、负面思想、情绪 还有第四就是 不断敬拜、赞美、爱慕、感激神 这个是我们喜乐的来源 多谢天父 当我们越多谢神 心里越有平安喜乐 那不是只在敬拜的时候 而是整天 擦牙、洗澡、煮饭、洗碗 都多谢天父 多谢耶稣 那就是整天停留在这种喜乐的状况 有一些祈祷的录音 如果你想要的话 你告诉我 你传个WhatsApp给我 94088617 我的电话全世界都公开 在网上都有 94088617 你传给我 我就会把我的祈祷录音传给你 你想要的话 你告诉我 你可以跟着他播 在这里做什么都好 可以听 那你就会越来越开心 第五 学习在主里面平稳安静 其中一个方法 如何有起来 是平稳安静 平安 轻省的 没有烦恼的 放下烦恼的 第六 不断数算神的美善和恩怜 而以神为乐 就是数下神的恩怜 以神为乐 第七 多唱诗和开心笑 这里我多加点 开心笑 叫自己整天都开心 笑是神给我们的礼物 我看到这么多动物都没有一种动物笑 但是人是会笑的 笑是很开心的 大家试一下笑 哈哈哈哈 你笑的时候 你发觉很难同时烦恼 而且笑的时候 整个人会舒服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试一下 一日在不同的时间 都去笑一下 你就算不是大笑 微笑也可以 微笑都会开心 都会轻松一点 好了 我们现在逐点看七点 第一 深信神很爱我们 神充满感情的爱 神的爱充满感情 西方的书三章十七节 他在你中间 必因你欢恩喜乐 而爱你 此因你喜乐而欢呼 神是有感情地爱我们 有些人以为神的爱 就好像机械人那样爱 爱世人 就是我的爱分给你们 那种爱 但是神的爱是有感情 神做人是有感情的 很简单 譬如说 你见到一个人的时候 你会不会开心呢 有些人说 他是好人 好人我们未必开心 就是他好人和我们有什么关系 但是当我们和这个人有关系 我们见到这个人 我们会开心 神就见到我们会开心 当我们信靠他 亲近他的时候 神是会开心 这个人的生命 是一个信靠亲近遵从神的生命 神是开心的 其实神喜悦每一个神的子民 神的喜悦是有程度的 因为圣经是有说到讨他的喜悦 如何讨他的喜悦呢 就是我们亲近他 遵从他 他福祉他 荣耀他 神就喜悦 即是我们越亲近他 越遵从他 神的喜悦的程度 是越加强的 神就越开心 见到这个人 我们越是走神的路 神就越喜悦 就算一个人信耶稣 他的生命很薄弱 神都喜悦他 但他喜悦是有程度 我希望大家都会说 我希望能够得到神更大的喜悦 但这件事不难 因为一杯凉水给人 神都喜悦 所以是不难的 我们荣耀神 神就喜悦 是圣洁的国道 是属神的子民 要叫你们宣扬那照 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我们是很特别的身份 每个基督徒都很特别的身份 但有很多基督徒就说 不是啦 我不行了 我又蠢又懒又不懂得爱主 我又烦恼 我整天都是烦恼 我真的没有什么出路 这些是全部中了魔鬼的诡计 魔鬼将这些意念放在很多人的生命中 所以他们的口出 全部都是这些伤害性的说话 就是说你没用 你蠢 你懒 叉烧好像生过你 就是这种观念 是令到很多人都入心 圣经说的那些不入心 那些不好的说话就是入心 我们希望大家 将神的话语放入心中 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 我们这个族群是神拣选的 是神特别拣出来的 是有君尊的祭司 是majestic的 即是好像君王的祭司 是有一个很特别的身份 将人带到神那里 将神带到人那里 是圣结的国度 活出神的圣结 有些人对圣结 好像觉得很严厉 但圣结是很漂亮的 天堂是圣结 圣结是很漂亮的 天堂 那些人个个都充满爱 是很漂亮的 我们肯定会说天堂真好 那些人个个都这么好 在世上有很多家庭 经常吵架 是没有圣结 是不好的 即是没有圣结 是辛苦的 是凄凉的 但在圣结之中是美丽 是舒服 是开心 是充满爱的 我们是圣结的国度 是活出神的圣结的生命 是属神的子民 我们是属于神的儿女 是很特别的身份 就叫我去宣扬那 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 这的美德 这里用了很长的形容 神 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 那一位就是神 他呼召我们 离开黑暗入奇妙光明 这位神的美德 叫我们告诉人的美德 你听我经常说神的美德 神真的好 創造食物也好 神有感情 創造人有感情 甚至动物也有感情 那些狗 如果你养那些狗 那些狗是很挂着你 譬如你走到其他地方 那些狗会等你回来 这些就是神做人 和动物也有感情 圣灵会感动 这些很多样东西 每一样东西 都是神很特别的设计 天堂这么漂亮 我经常告诉人 神真的好到不得了 希望大家都喜欢神 就叫我去宣扬神的美德 盼望我们都是 哇 我们原来这么尊贵 我们比世上的王子更尊贵 你发过新闻就说 王子好像很大一件事 都是好的 他是王子也好的 不过我们是天上的王子更厉害 所以我们更加应该 哇 我们是很尊贵 很特别的 即时时告诉自己 我是很尊贵 很特别的 是和世上不同的 我有很尊贵的身份 当人家一路踐踏我们的时候 说我们又蠢又懒 我们就说 不要紧 神简算愚绝的 叫世上的智慧的收睿 我们虽然有愚绝 但是神会简算我们 叫我们令到智慧的人收睿 而我们可以提升我们的智慧 在耶稣里面 我们在圣经里面 我们可以建立我们的智慧 好了 建立健康的自我形状 不只是信念 也是在各方面建立的 第一 深信神给我们无比的价值 我们的价值是无比的 是无可限量的 基督徒可以发挥的生命 是极度的大的 可以有什么发挥出来呢 我们如何建立我们的自我形状 建立同主的关系和生命的质素 当人和神有好的关系 和有好的生命质素 平安喜乐 充满爱有关心的时候 他的生命有这些质素 是令到他更有健康的自我形状 有些人他的生命质素是什么呢 怒嘈不开心 烦恼很容易负面的 自我形状就会低 第二 就是建立知识 才干和经验 就是建立他认识神的话语 以及认识很多关于人的东西 这个世界上当然是选择性去认识 我自己有空就会看youtube 认识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事情 又感谢主 我英文是好的 所以我在网上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影片 甚至关于人体 有很多关于人的心理 情绪 腦部的运作 身体的奇妙 哇 现在那些科学家 他做了一些模型 是用电脑做了一些模型 做到细胞里面 他如何复制 如何运输 真是奇妙到不得了 那些人都看到 真是很神奇的事情 在每一个细胞不断做这些事情 当我们认识这些知识的时候 也说 神可以给我们知识 我们的人会更加有自信心 还有才干 就是我们如何有才干 去帮助人和人聊天 建立关系 去传福音 去聆听人 甚至去辅导人 还有经验 如何积聚经验 还有建立人际关系 对啊 我们所有一个 有健康的自我形象的人 一定是需要有好的人际关系 如果他和人的关系都不好 他怎样可能开心呢 所以一定是去关心人 不只是说人家关心我 我去关心人 这样的时候 他可以建立健康的自我形象 但因为这个世代 实在太多人在负面情绪之中 所以他的人际关系有很多问题 他主要帮助我们 学习如何去付出 关心人 去为他祷告 我有什么可以做 有什么可以说 令到他和他的关系更加好呢 我在网上也有一些教导 说到人际关系 和言语 如何改善我们的言语 你找人际关系 或者言语 由叶牧师 你就会找到这些教导 还有在家庭工作上有进步 即是如果一个人建立自我形象 如果家庭经常吵架的 很多问题自然他会不开心 但当他在家庭里面建立好的关系 关心家人 这样的时候他会开心 他自己有这个家庭 或者在工作上能够勤力去做 有智慧去做 这样的时候他的公司都会 他会欢喜他所做的事 以及在主里面和侍奉有进步 就是说在神的关系 和侍奉里面进步 不要想到别人 不要说他这么厉害 不用的 我自己有什么财干 我就去发挥 这样的时候 这个人就会提醒 下面有个派 大家可能都会喜欢吃派 PIE P就是祈祷和计划 第二就是implement 就是实行 第三就是evaluate 就是评估 我们就可以祈祷 神有什么可以改善 然后计划 然后就走出来 然后评估做成什么呢 然后又再去讨告和计划 如何可以改善 然后又再走出来 又再评估 如何再改善 不断的评估 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侍奉 和人际的关系 这些都是建立我们健康的自我形象 下一点就是清理垃圾 罪、内疚、负面思想和情绪等等 如果我们发现内心里面 这个图里面的字 有伤害 伤害是垃圾 它已经伤害了我一段时间 我不需要天天想着那些伤害 它罵了我 我不是死的 那些罵了我 不需要继续介意的 它罵我蠢 不代表我变成蠢的 我不需要继续介意 我就放手了 它罵了我 这件事不是真的 就算是真的 当时真的蠢 求主射脸 求主帮我 求主帮我 建立健康的自我形象和智慧 就不是继续说自己 我真的蠢了 真的蠢了 那时候真的蠢了 而是我以后怎么建立 或者被人骂 我们骂 其实有时候 有一件事就是 有时候一些问题不是我们 是别人 它很容易骂人 我不用背了他的罪 他的憤怒 他骂我 我有错 我认错 如果不是我错 我不需要一直继续 自己骂自己 或者人们说的闲话 人们的控诉 失败感 觉得我失败过很惨 失败了已经是事实 那我们以后怎么建立成功 遗弃感 有些人说 我被人遗弃 有一个永远不会遗弃我们 就是神 而在教会里面 其实总是会有 帝英姊妹总是会有一些关心 或者是传道人 你去寻找他们的帮助的时候 他们总是会帮助你的 可以建立这个 能够我们有归属感 也当然一定是我们付出 去关心人 我们才能够有归属感 还有这些忧伤 怒气 不饶恕 这些全部都需要清理 我这里就不详细说了 大家如果找到情绪 二牧师就会看到我 说到如何处理这些情绪 好了 有一点非常重要 有些问题不是我们的 有些问题是我们的 我们要分清 这一点是我前几天看到的影片 我在里面看到的 他说的点 我把它拿出来 那影片是什么呢 是有一个人 他说 我就可以做足球的球证 为了什么呢 不是为了钱 因为那些不是大的比赛 它是那些小的比赛 每一场他只是拿20欧元 可能几百元 几百元不是这么多 但他说我两个目的 一个目的就是运动 第二个目的就是 我要学习不要被人影响 因为做球证是一件事 你犯规 那个人一定会抗议的 他一定会 要是怒气 要是骂 要是各样的反应 那个球证需要明白 我真的看到他犯规 他这个反应 不是我的错 是他的错 他说我要学 不要把人的问题背上身 所以我要学做球证 他每一次他骂我 我不需要觉得是我的问题 这个问题不是我的 不要拿一些东西不是我们的 有些问题不是我们的 这个很特别 原来做球证 你发觉做球证 经常被人说 但是他就会说 这个问题不是在我身上 别人的什么问题 我们不需要放在身上 别人慢不讲理 他都不讲理由 是他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 如果我有慢不讲理 我就要改 但是如果不是 他是他慢不讲理 我不需要介意 别人找我出气 那不关我事 他找我出气 误告我 或者针对我 往往很多人说 哎呀 那个人针对我 真的很惨很惨 他针对我 是不是我死了呢 是不是我就被人炒鱿 其实他针对我 未必是被人炒鱿 其实我做得好 未必会被人炒鱿 或者甚至有家人 他针对我 他是有一种习惯的时候 我们就有心就体谅他 他说的说话 不需要放在心上 就是说 那些说话 不需要介意 那些说话 只留在空气中 一秒都不够 他说你笨 他是不是都会 给我们一些垃圾 我们吃的 或者他的面目表情 总是 猛姜的面目表情 我们不需要吃掉那些垃圾 我们就 哎呀 他是这样的了 放手吧 是他的问题 我是很宝贵的 我是神所喜爱的 当然 如果人从早到晚都被人骂 当然很难处理 所以他见到一些好的关系 首先和神的关系 得到安慰医治 亦都有一些好的健康的关系 给他有一些帮助 不过这些好的关系 我们要分辨 有些人 他不懂得辅导 我们不要把那些问题 给他 他不懂得辅导 那就影响人际关系 有些人是可以辅导的 那些人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问题 告诉他 他辅导我们 但有些人 他只是一个朋友 只是一个陪伴者 这样的时候 我们要分清 垃圾不要倒给他 那些人是不能够处理到的 这就是说 有些问题不是我们 我们不用背上身 有些问题是我们 那是什么问题呢 我们自己有低的自我形象 觉得自己没用 蠢 懒 那我们可以处理 我们如何建立 我们的健康自我形象 建立我们的智慧能力 或者我们很敏感 人家说什么呢 他说那人很聪明 那你只是说我不聪明 人家说那人聪明 不是说你不聪明 但我们就会很容易背上身 譬如他说 你弟弟很聪明 那人就说 你经常说我弟弟聪明 就是我不聪明 可能弟弟有些地方 令他看得到 那我们也不用介意的 不要紧要的 不一定要被人赚才是聪明的 或者我们自己容易情绪化 我们容易说话 伤害人 或者不懂得关爱人 那我们怎么做呢 如果我们接立 我是有这些问题 如果我真的有这些问题 我接立 我就靠主处理了 当我们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不要想着一天 一声都处理了 譬如和人制关系有这么多问题 不会一日间改善 我今天开始会关心人 对人笑一下 招呼人 进步了 感谢神 我有进步 神会欣赏我 我又开心 这个观念是非常重要 为什么这个观念哪里来呢 圣经说 耶稣说 一杯凉水给一个小子 都不能不得上次 就是说做一件小事 神都欢喜 所以当我们稍微进步 神都欢喜 神欢喜 不只是给一杯凉水 当我们对人微笑 尝试关心人 神都欢喜 这个经文可以应用在所有正面的行为 我们去帮助人 神又欢喜 我又欢喜 这样的时候 我就一直建立一些负面的东西 就是说 我们生命中 有些东西受到别人的影响 有些人经常受到垃圾 那些我们要清理 而我们本身真的有些问题 我们就需要去建立 逐步建立 靠主建立 而建立得来 不要有压力 而是说 我一进步 我就开心 多谢天母 多谢天母 阿里路亚 我今天进步了 你可以这样吗 但有些人说 我开心不了 哎呀 我还有这么多问题 这个是需要时间 你越不开心 越改变不了 但我们越开心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有机会 逐步的改变 好了 接着第四 就不断敬拜 债美爱慕 和感激神 来到亲近神得力 诗篇第十六篇第八节 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 因他在我右边外面 不至遥动 因此我的心 欢喜我的灵快乐 我肉身也要安然居住 原来亲近神是很好 神是最好最好 我希望大家经常都想到 神是最好的 亲近祂就有力量 我的心就欢喜我的灵快乐 我肉身都安然居住 整个人都舒服了 前几天刚刚有个人找我祈祷 整个人都舒服了 他说很舒服 我临走的时候 我示范给他看 我说其实呢 不只是我为你祈祷 我和你握手 你黑了眼 我和你握手 我说你有没有感受神的同在 他说有 他说有 他说原来 就算握手 我们带着神的同在 就算握手 都可以传递神的同在 他立即觉得平安轻省 就是原来 尝在神的同在之中 人就蒙福了 尝在忧屈之中 就很凄凉 那你选哪一样呢 我希望大家选 尝在神的平安 尝在正面的思维 尝在一个事实 欣赏自己 欣赏神的心态 这样我们人就喜乐了 整天 无论你在吃东西 多谢神 神给我们好吃的东西 无论我们看圣经 或者看书 我们去擦牙洗脸 去玩 去睡觉 都一直想着耶稣 赞美天父 多谢耶稣 天父真好 耶稣真好 感谢耶稣 神是最美善的 这样的时候 我们就由早到晚 都有个喜乐的心 哈利路亚 我真的选择性 我真的选择 每日都在不同的时间 我一记得了 多谢耶稣 哈哈哈哈哈哈 我就会时时在这种状态 好了 学习在主里面平稳安静 诗篇131篇第二节 这句经文是非常好的 我唱的 今次不是读 哦 听说 你懷中 我的心 平穩安靜 我在神裡面真的好像寶寶斷了 寶寶在媽媽那裡 可以平穩安靜 神會搞定一切 神會照顧一切 神會凡事幫我的 我可以開開心心平平安安 人平靜的時候 都會出多巴胺 人會舒暢 所以希望大家經常在平穩安靜 儘量可以的時候 有安靜的時間 那你說 我有很多事情要做 另一句話 希望你覺得不是太難 你可以快而不急 快而不急 你說很難 又要快又要不急 有些事情要快 我用一個例子 你怎麼可以快而不急 例如你在賽跑的時候 你會快 但你不會很急 因為在賽跑的時候 你專注在跑 你不會很急 這樣做就有很多事情要做 會急 但你的心態是想 我只能夠一時做一件事 我不能一時做三件事 我一時做一件事 我就專心做一件事 平安輕省反而做得更好 你越急 反而越做不到 所以凡事都是說 神會搞定的後果 很重要的是 神負責後果 我就是負責親近神 倚靠神 以及盡我的一切責任 我盡我的責任去做 以及親近神 神負責後果 我不需要擔心 這樣的時候 心就不會犯燥了 這個腦電波 BAT 可以幫助大家記住 BAT 不過多了一個D 這個腦電波是什麼呢 正常 醒覺的時候 運作 忙碌的時候是BETA 你看那些腦電波很密 接著在平靜 安舒 遊閒的時候 你坐在那裡的時候 那些腦電波就會慢一點 就是Alpha 然後T Theta 就差不多睡著 剛剛睡醒 極度平靜 這樣的時候 我們的意念就會入潛意識 即是當你默想聖經 耶穌很愛我 多謝耶穌 即是你臨睡之前都是這樣想 多謝耶穌 耶穌現在在愛我 耶穌現在在看著我 因為聖經說 婦人不能夠忘記吃奶 就算忘記 她也不會忘記 她現在掛著我 多謝天父 耶穌掛著我 耶穌現在跟我一起 那你在這個Teta狀態 那些負面的情緒就會清除 正面的情緒就會入我們的潛意識 人就會越來越平安 那我以前小時候是做惡夢和夢遊 那現在是沒有了 多謝天父 就是神醫治我 讓我的心是平穩安靜的 Delta 就是睡著了的時候的腦電波 所以我們越多Alpha和Theta 會幫助我們的人的平靜安穩 更加平靜 第六 不斷因為神的本性和恩典而以神為樂 即是時時以神為樂 神真的好 那神有什麼恩典呢 感激神創造的食物 多謝天父這麼多好吃的食物 還有健康的食物 多謝天父 還有我有一條舌可以嘗到 還有我有消化系統可以吸收 還有對我的身體有益處 每一樣東西都是這麼奇妙的 自然創造的食物 是對我們最好的 但是工資的很多東西 其實我們盡量避免吃工資的東西 譬如做的那些腸仔肉 總之工資就加多了很多其他東西 或者那些合裝的食物 即食的食物 加多了很多不好的東西 也有人試驗做即食麵 即食麵每天吃 有什麼後果呢 大家上網可以找找 每天吃即食麵有什麼後果 很嚴重的後果 因為人家製造了很多這些東西 令食物可以儲存 甚至你買的油 它也有很多是Hydrogenated 加了一些氫氣 讓它可以存留得久一點 但那些其實是對我們身體不好的 這些我們要留意 大家可以上網去研究一下 什麼食物是健康的 令整個人更加健康 健康的時候的情緒也會好些 還有耶穌接納和提升人 耶穌是接納任何人的 當耶穌叫他們殺亡在船的右邊 捉了很多魚 那彼得立即想到 哇 我有很多罪 這個人的本性 他不是想到 哇 神你真是偉大 耶穌你真是偉大 你真是很厲害 人的本性 就立即想到 我是很醜怪的 我是一個罪人 你離開我 我是一個罪人 但耶穌就告訴他 不用怕 不用怕 你不用怕 從今後你要得人 原來耶穌就是提升人的生命 他接納任何軟弱的人 任何有罪的人 只要我們說 耶穌我需要你 耶穌我需要你 求你幫助我 赦免我 加力給我 提升我的生命 耶穌是很歡喜的 這種接納是很奇妙 有些人上過天堂 他說天堂的特色就是接納 所有人都很開心 都接納他 令他在天堂上覺得自己很有價值 甚至有些人在地上不是那麼接納他 甚至天堂也接納他 原來神就是那麼接納人的 還有這個經文 講到十二年血流的婦人 她摸耶穌 她很害怕 因為耶穌問誰摸我 她很害怕 她不敢認 她後來認出的時候 她以為耶穌會罵她 但是耶穌說 女兒放心你的信夠了你 即是告訴我們 耶穌看我們每個都是子女 我們每一個都可以深信 爸爸 耶穌是爸爸 耶穌是我的爸爸 天父是我的爸爸 我是很放心 來到神面前 神是很歡喜我的 我依靠祂很歡喜的 放心 神是想我們輕鬆的 做人輕鬆的 如果你發覺你做人 經常有一件事 硬著心口 這不是神的心意 我們可以放心 不用怕的 你的信夠了你 即是說 不是我們要做多少事 才得到幫助 而是我們信靠 信靠即是說 我已經是這樣關心你 對你好 你信靠就可以了 即是好像我用一個例子 有個王子 對一個平民女子說 我愛你我要娶你 那個女子說 哎呀我這麼沒有身份 我又這麼沒有錢 有這麼多條件都不行 那個王子說 你信我吧 我真是愛你 你信我吧 神就是這樣說 你信我吧 我真是愛你的 就是神是 祂的恩典 只要我們信祂 是必然臨到我們身上的 而且聖靈不斷感動我們 叫我們為罪為義 為自己 為審判自己 責備自己 就是說 原來聖靈一直提醒我們 我們就 多謝天父 聖靈沒有丟下我們 聖靈是愛我們 因為祂不斷在我們生命中做工 我們就多謝天父 多謝天父 聖靈提醒我 多謝耶穌 你不要放棄我的 還有我們立志行事 都是神在外門 心裡運行 為要成就祂的美意 腓勒比書2章13節 就是我們基督徒會立心去愛神 去遵從神 去做神吩咐的事 都是神在我們心裡運行 為要成就祂的美意 就是說 神是常在我們心裡做好事的 經常感動我們走神的路 我們就多謝天父 神一直感動我 帶領我走神的路 還有 但與主聯合便是 與主成為一靈 高林多前書6章17節 就是經常神跟我聯合 我越聽說神越聯合 與祂成為一靈 那我就越是被神去帶領了 我們整個生命 都是神在做工 多謝天父 神不斷在我生命做工 還有祂叫我們能夠 祂的慈愛叫我們一生一世歡呼喜樂 我們想到神多愛我們 多謝天父 創造天夜的神 居然如此愛我 多謝耶穌 我希望大家真的 將這件事入世心 我是蒙神所愛 蒙神所喜悦的 我是可以很開心快樂的 這樣的時候 就不用活在憂傷之中了 而神耶穌升上高天 將各人的恩賜賜給人 神給我們 每個人有不同的恩賜 每個人有祂的長項 祂的長處 有些人懂得關心人 聆聽人 有些人感受人的痛苦 有些人有智慧去教導 有些人有音樂 每一樣的恩賜 我們都多謝神 神將那些恩賜賜給我 感謝天父 神賜給我們不同的東西 還有天堂的福樂 真是好 想到有一天我會去到天堂 真是好 我們總是想到神的好東西 我們就時時歡喜快樂 第七點 就是多唱詩歌和開心笑 哈哈哈哈 待會我唱兩首詩歌 我們一起唱的時候 首先是唱歌詞 然後唱哈哈哈哈 大家可以試試 開心笑 原來笑是一種令人很健康的東西 他們發現 笑的人 心臟病會減少很多 在右邊的圖上 他們發現笑是最好的藥 神將喜笑充滿你的口 原來越親近神的人 他越可以開心 大家看到笑的圖 會不會覺得開心 我們都可以像他們這樣 開心笑一下 謝謝耶穌 那你說我還有問題 那些問題慢慢來 一天的煩惱 一天的煩惱 一天就夠了 你搞定你自己今天做的事 明天才算 今天先笑 哈利路亞 謝謝耶穌 好了 我們看看這七點 希望大家時刻可以做 第一 就是深信神很疼我們 很愛我們的 我們很寶貴 第二就是建立健康的自我形象 深信神在我身上有奇妙計劃 還有我可以建立我的能力 我的人際關係 我的情緒 都可以建立的 還有清理所有的垃圾 所有不好的想法 如果我們發現 我們自己的內中 又會想一些不好的東西 那些就要清理了 那怎樣清理呢 就說不要緊 發生了已經發生了一個事實 再想都沒有用 越想就越差 所以我相信神會給我 因為先求神的國和義 這一切會加給我的 我就走神的路 以此往失去的 不要緊的 這樣就清理任何的垃圾 以及不斷敬拜 讚美愛慕感激神 學習在神裡面平穩安靜 又不斷數算神的尾線 這一點是最重要的 經常數算神的尾線 神真的好 神會感動我 聖靈會帶領我 神會在我生命中做功 真的好 我有神真的好 我是神所喜愛的兒女 有些人說 不是了 我有罪 神不喜愛 有罪便悔改 知道罪不好 一定會破壞 所以就離開罪 一離開罪 神就歡喜了 一悔改 神就歡喜了 這樣的時候 只要我們向著神的方向去 就算一小步 神都歡喜 這樣我們就會覺得 不是困難的事 以及多唱詩多笑 多謝耶穌 整天在喜樂的狀況 跟神關係好 以神為樂 不是只是開心吃雪糕 是以神為樂 以及因對神在我生命工作而開心 也因為我們聽神的話 而做到的事而開心 整天在喜樂中 我們跟神關係改善 以及身體更加健康 然後我們用兩首詩歌 幫助大家做一個開心快活人 多謝耶穌 多謝耶穌 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多謝天父 有神真好 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我有借喜乐 主耶稣知给我 我有借喜乐 主耶稣知给我 我有借喜乐 主耶稣知给我 非世界所知 非世界所能夺 哈利路亚 用哈哈唱 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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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哈哈哈哈哈嘚哈哈哈哈哈 哈哈第二首歌 哈里路呀 第二首歌 我这儿在我这儿 对不起 对不起 跟我回头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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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耶穌,多謝耶穌 耶穌喜愛笑蟹障礙我,我,我 耶穌喜愛笑蟹障礙我,我,我 愛笑蟹障礙我,在祂失上了 耶穌喜愛笑蟹障礙我,我,我 多謝天父,多謝天父 求主幫助我們每一個都活得開心 將所有不開心的放下 所有的不開心都放下 多謝耶穌,多謝耶穌 因為神祢愛我們,體重我們 我們每一個都是很寶貴 每一個都是神不斷在我們生命之中 我們有很多原因開心的 基督徒是有很多原因開心的 多謝天父 但很多基督徒就不斷拿著垃圾來吃 求主幫助我們,垃圾就放下 人的問題就放下 我們祝實耶穌的恩典來吃 多謝耶穌 多謝耶穌 我們可以因為神而歡喜 神是給我們很多好東西 就算我們的問題還沒有處理 我們可以祝實神的恩典 多謝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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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天的難處一天當就夠 明天就有明天的憂慮 有很多問題我們不是今天解決到的 我們今天做了應該做的 我們就放手 求主耶穌幫助我們 天天都依靠耶穌 數算神的一年 今天起落 越起落 越能够處理生命 越能够面對所有的問題 求主加力量給我們 多謝耶穌 靠著耶穌 得性有緣 感謝天父 靠著耶穌 我們天天可以開心做人 不只是幾分鐘開心 是一天盡量 全天都開心 就算 我們侍奉的時候 有很多人未聽話 我們做了應做 我們就開心 就算有很多事情需要改 未改到 我們現在開始改的 我們都開心 多謝耶穌 我們一天進步百分之一 都可以開心 多謝耶穌 都感謝天父 哈利雷呀 哈哈哈 大家祈禱的時候 都可以開心笑 我帶有些人 在我的電話 跟他祈禱 他在笑 哇 馬上開心了 多謝耶穌 如果大家上網看 我最近有一個影片 有的人 我帶他祈禱 他就開心了 他在心中 呼叫出一些重淡 哈利雷呀 把那些重淡呼叫出來 哈利雷呀 哈利雷呀 他的煩惱吹出來 人就鬆了 哈利雷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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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越來越鬆 希望大家都活在一種平安 輕鬆的裡面 多謝天父 來到奉主耶穌聖命 阿門 我們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你的名為聖 愿你的國降臨 愿你的子 愿行在地上 愿同行在天上 我們任用的飲食 今日賜給我們 免我們的債 愿同我們免到人的債 不叫我們如見事探 救我們脫離兇惡 因為國道權並榮耀 全是你的 直到永遠阿門 圓主耶穌基督的恩典 天父的慈愛 聖命的感動和喜樂 常與你每一個同在 從今節到永遠 哈利雷呀 多謝耶穌 哈哈哈哈 希望大家活在喜樂之中 主祝福大家 好 再見 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